2019年 在华为节约困难的时候 任正非说过一句霸气的话 大致意思是 华为愿意向美国转让5G技术 帮助美国建立5G产业 因为他坚信华为的6G技术 也是领先世界的 转让技术之后 也可以用来研究6G技术 继续保持领先优势 并且任正非还预测 只需要10年后 6G技术就将实现 没想到这句话刚说完 6G争夺战这个话题在国外火了 大家关注的点有两个 第一个是 华为竟然愿意转让5G技术 要知道 5G技术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之一 而华为的5G技术 又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拥有很多的核心专利 按照发达国家的一贯作风 这种专利技术是非买品 是用来垄断行业牟利的 没想到 华为可以自行到 向美国转让5G技术 这完全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 所以当时就有很多媒体 报道了这件事 第二个关注点是 华为的6G技术 竟然也是领先的 比起5G技术 6G才是真正让他们焦虑的 有些人可能会说 又要开始夸华为了 说实话你别不信 其实还真是这样 5G技术代表的是现在 而6G技术代表未来 在中国已经取得 5G技术领先的前提下 美国有些企业 就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科技上 想要借助6G实现慢道超车 目的就是不希望 现在和未来全都输掉 结果出乎意料 华为在6G上 竟然也是处于领先地位 这个直接打破了 很多人的三观 所以当时某些报道 就引用日美的说法 美国5G战败 6G争夺10年后的霸主 这种反应也说明了 美国有多焦虑 除了媒体表现出来的焦虑 其实通过美国通信行业的表现 也可以看出来 2020年11月 美国通信联盟ATIS 宣布组建6G联盟 联合苹果 谷歌 英特尔 等60多家科技巨头 商讨6G技术 唯独将中国华为 中芯等企业排出在外 目的就是想要在6G上 重新取得优势 2021年4月 美国与日本宣布达成合作 共同出资45亿美元 用于开发6G技术 除此之外 韩国 欧盟也在积极布局6G技术 所有有实力的公司和国家 都开始布局未来的6G技术 这些国家支撑一张网 而华为中芯等中国企业 作为通信技术的领头羊 正处于这张网的中间部位 自然就面临着被围攻 也就是说 一场针对中国6G技术的争夺战 悄悄打响了 那么问题来了 6G到底有什么用 各个国家又在争夺什么 中国有可能冲出重围吗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下这个话题 大家好 我是熊猫 一位硬核的科普作者 麻烦点个赞 我们马上开始 在说6G之前 我们先解答一下 很多小伙伴的困惑 很多人谈到6G就觉得是扯淡 5G都还没影呢 就开始搞6G了 有这种质疑的人不在少数 比如我在2020年 做过两个6G的爆款视频里 就遇到过很多 第一个视频是在去年的7月份 我提醒各位美国布局6G 试图弯到超车时 很多人都在嘲笑 我异想天开 结果事实证明我是对的 美国果然组建了6G联盟 搞了个梦之队 目的不言而喻 就是要准备夺回6G优势 11月份时 我又科普美国虽然5G落后 但是他们有很多的盟友可以帮忙 又有很多人傲慢地认为 美国连5G都没有 就想搞6G 结果在今年4月份的时候 美日就结盟了 两次都证明我的预判是对的 其实这里的重点 并不是说我的预判有多准 而是要帮助大家理解6G技术 并明白一个概念 科技的更新迭代是非常非常快的 任何先进的科技 一般遵循的规律是商用一代 研发一代 有些技术还会在预言一代 就变成了商用一代 研发两代 这种关系其实就是科技界的内卷 企业与企业都是竞争关系 谁想要占据优势 谁就要提前投入研究 即使只提前一点点 也会占据先发优势 你用这种思维重新思考一下 各国布局6G技术的问题 就会明白两件事 第一 研发6G技术不是什么稀奇事 而是正常的技术迭代行为 一些先进的国家和企业 甚至将7G技术都提上了科研日程 而且已经研究出一些理论 像日本比较重视材料这块 就研发了7G技术的节能问题 第二 6G是5G技术的迭代 在通用技术上 一般这种迭代的时间规律是10年 从1G到5G 对应的是从1980年到2019年 一次技术迭代差不多是10年 这个规律很多人都知道 但是很少有人知道 通信技术机偶带互补的概念 1G时代 手机可以语音通话 2G时代 在预计的基础上 完善了短信的功能 3G时代 手机可以浏览网络 4G时代 在3G的基础上 完善了视频浏览 直播等功能 纵观通信技术历代的发展 技术代都是创新性的技术 偶数代是在技术代的基础上 在完善技术 懂了这些 我们看看6G技术到底有啥作用 就非常好理解了 5G时代 虽然应用还没真正普及 但是它的特点和概念 已经是人尽皆知 有低延迟 高速率 大容量的三大特征 靠着这三大特征 可以将各个设备 相互连接在一起 所以 5G时代又叫做 万物互联的时代 那么6G肯定要在 5G的特点和概念上 更上一层楼 原本低延迟 高速率 大容量三大特征 升级为 零延迟 超速率 超容量 如果两者对比 6G的速度比5G 要快上100倍 连接数量是5G的1000倍 延迟是5G的千分之一 这些是数据上的对比 而6G概念上 要解释非常麻烦 也很晦涩 为了方便大家理解 雪猫做了组动画 来比较两者的区别 5G万物互联 是将各种设备 和互联网的 数字世界 连接在一起 它就像我们 人体的血管一样 是各个器官的纽带 6G概念要在 5G的基础上 更进一步 不仅仅要连接 各个器官 还要将身体的大脑 和神经 也连接在一起 组成一个真正的人 这样万物互联的世界 就不再只有机器 而是有智慧的世界 通信专家 将他称作 万物质连 当然有些人会说 怎么可能呢 那不就成了 有思想的虚拟机器人吗 没错 还真是这样 因为6G加拉费 融合人工智能 大数据 云计算等技术 这些技术构建的 其实就是一个 智能的世界 有一定思想的 虚拟数字世界 而6G 就是要将现实中的 物理世界连接起来 还要将物理世界 与虚拟的智能世界 连接在一起 真正做到 无物不连 所以华为的科学家 才将6G看作神机系统 这也是我为什么 把5G看作 人体的血管和器官的原因 要连接这么多的 设备和数据 也就意味着 未来的6G 将会从地面 延伸到天空 乃至太空 所以6G网络又叫做 空天地一体化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那些只能出现在 电影上的机器人 那些祸害人类的虚拟国王 将来都是有可能诞生的 未来真的是一个 比电影 更加充满想象的世界 一个充满想象的世界 就是资本眼中 一个庞大的市场 一个比互联网 设备制造业更大的市场 而市场更大 就代表着利益更大 有利可图 也是各个企业奋不顾身 冲进这个行业的原因 而且这个利益 还是个巨大的蛋糕 大到所有人都无法拒绝 这不是在吹捧6G时代 而是通信技术的历史规律 如果我们回头看看历史 在互联网时代 诞生了微软 亚马逊 谷歌 阿里 腾讯的世界级的互联网企业 这些企业都属于数字世界 而制造业的设备领域 也有苹果 特斯拉 三星 华为等这类的制造业领头羊 这些企业都是世界前十的 巨无霸行巨头 每一个对于国家来说 都是巨大的财富 世界有哪个国家会不动心 那么在未来 一个融合数字的实体世界 会不会再次诞生这种王者呢 当然当然是可以的 于是一场科技强国之间的 6G大战就拉开了序幕 谁率先攻克技术 谁就将占据先发优势 而这场战争中的两个主角 就是中国对世界 中国在通信技术上 就是一个奇迹 从一季空白 两季落后 一路冲到5G世界领先 而且还强得过分 2019年 在西班牙举行的 3G BP RAN会议上 由华为领先的中国企业 几乎主宰了 5G17阶段的标准项目 在全部23项标准中 有一半都是中国企业牵头的 只有高通还能依靠着老本 占领部分制高点 标准专利 是所有专利总理 价值最高的一个 中国的崛起震惊了很多业内人士 但是更加让发达国家惊讶的是 中国崛起的企业远不止华为 还有中兴 大唐 甚至OPPO等企业 以往不重视专利的企业 都开始斩露头角 不论发达国家承认与否 这是一股庞大的新兴势力 中国通信企业的前景 一片大好 而通信技术是现代科技的基础 不管是互联网 还是工业制造 或者是未来的万物互联 都是建立在通信技术的基础上 所以这个领域对于美国来说 是科技的制高点 必须夺回领先优势 然后我们数值的绞杀 维度就开始了 美国进行了内外维度 对外 美国制裁中心 维度华为 非常罕见地用出了国家的力量 对付民营企业 当时有美国通信 还有的人品架华为 只有国家的机器 才能阻止华为 说实话 这种已经不要脸的招式 确实让华为遇到了很大的困难 不仅在5G核心设备上 无法生产 连6G一些核心器件 也受到了影响 对内 美国吸取了5G技术落后的教训 开始复盘中国领先的因素 发现有两个问题 是美国欠缺的 一个是美国的5G频谱 被军方大量占用 直接阻碍了美企研发的速度 一个是中国政企联合攻坚的模式 更强大 针对这两点 美国决定扬长臂短 一方面 他们力排众议 在2019年开放了泰赫兹频谱 为美企研究6G技术扫出障碍 一方面 他们学习中国制定计划 把企业联合起来搞联盟 而且野心更大 不仅收纳了媒体 还在国际上联合其他国家的企业 最终搞了个孟支队出来 就这样他们还不满足 又在次年与日本建立同盟 也就是我们开头说的 双方共同出资 研究6G技术 中国面临世界上科技实力 最强国家的反扑 如果算上 志在科技复兴的欧盟和韩国 6G技术上 一场百团大战 正在拉开序幕 而且很明确 就是建制6G标准专利 谁拿到更多的标准专利 谁就有更大的话语权 当然 中国从2019年开始 政府和企业就开始布局了 由清北 中科院等机构 领先研究 6G热点技术研究 在企业方面 华为 中兴 vivo等企业也各自布局 而且取得了非常多的成就 日本的财经网站 在今年9月份公布了 6G技术专利 中国以40.3%的 核心技术专利排名第一 而第二名的美国是35.2% 在6G技术各大分支中 美国夺得了七项第一 中国虽然只有五项 但有些处于绝对优势 可以说 6G百团大战到现在持续了两年 头部玩家基本上已经确认 中美依旧是这场竞争的主角 至于其他国家 差不多只能赔保或者出局 如果单纯看数据 美国努力了两年 都没办法阻止中国 但是千万别高兴得太早 日本选择战队美国后 他们两者的核心专利战比 也反超了中国 也就是说 中国现在的位置比较尴尬了 单打很在行 那和别人是打不过还叫人 那么问题来了 中国还能称出重围吗 这个问题特别复杂 即使是行业专家 也给不了明确的回答 因为按照计划 6G标准专利 要到2024年才会确定 此时数据对比就失去了作用 而且 国际标准又是大国之间的博弈 大家可能今天是朋友 明天就闹矛盾 也有可能两者明明是敌人 但是为了利益 在标准制定上 却成了铁杆盟友 情况非常复杂 所以也不能分析 谁的标准专利更重要 要找答案 就要从历史的轨迹去找 而这个答案是 平衡 其实在通信发展史上 一直在上演三国杀的骑马 在两季时代 美国主导的3MA 与欧洲主导的GSM 争夺国际标准 中国当时的技术 虽然非常落后 但是国内市场很大 中国选择哪个 就决定哪个国家 将占据优势 最后战队GSM 把美国记下了深谈 欧洲通信企业 在中国获得了巨大的利润 诺基亚 爱丽西等企业 一举成为世界顶尖的巨无霸 而美国的摩托罗拉 开始慢慢衰落 到了三巨时代 中国通信企业开始崛起 市场和技术都很大 自然就有了话语权 不愿意被人骑在头上 所以我们就在国内 自己搞了个TDSCDMA 加上欧洲主导的WCDMA 美国主导的CDMA2000 世界通信技术三分天下 这个时期由于布局的早 高通拥有大量的专利 开始耍流氓收取高额的专利费 惹怒了很多企业 四巨时代 中欧各个通信企业都联合起来 不给高通提供设备 还联手搞了个新的技术标准 LTE 直接将高通主导的UMB 赶出了四巨标准的范围 五巨时代 中国通信企业开始占据主导位置 欧洲开始战队美国 导致中国在2016年的一次标准会议上 一票之差落败 高通主导的通信标准实现反超 现在又到了六巨时代 一场新的标准争夺战开始了 我一直在说历史总是相似的 中国欧洲和美国都有庞大的市场和技术积累 其实谁都离不开谁 这就是平衡 是大国博弈的精髓 中美欧彼此之间一直在反复横跳 其实目的也是这个 在防止其他人一家独大的同时 为自己谋求足够的利益 当初华为一票之差 错失国际标准的确很可惜 当时任正非在回应这个问题的原话也是 通信技术不可能一家独大 同样的中国也不可能被排除在外 3GPP主席在回应中国问题时 明确表示 国际标准的制定不可能绕开中国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 中国是不怕这种夹击的 我们也可以与欧洲韩国共享利益 只要市场和技术在就有很多的空间 但是龙城飞降在 不叫狐马镀音山 我们要做的就是踏踏实实发展技术 在绝对技术优势面前 任何的阴谋都是无用功 诸心共勉 好了我是熊猫 我们下期见